小东西 你醒了 送你的 这样就想打发我了 昨晚的事我还没惩罚你呢 您的感冒零 萌萌 你订的要吗 没有啊 我没有点要卖 可能送错了吧 地址没错呀 是手机尾号6673的徐先生吗 不是 可能下单的人写搜楼派号了 行 萌萌 收拾好了吗 马上 萌萌 继续 萌 阿 esa 下 我不小心写错地址了 我过去拿 你要是不方便的话 我就再点一份吧 萌萌 到家了 接下来 要不我自己上去吧 他要回去 姐姐会怀疑的 好吧 那你到家了 告诉我一声 嗯 你不可有说 你不是滑案了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进来的 我们十九岁就在一起 你觉得会记不住你常用的密码吗 我们很久以前就已经分开了 你如果再不出去 我就报警了 分得掉吗 萌萌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回国之后 我会第一时间回来找你 为什么我们分分合合这么多年 都没有分掉 我告诉你 这就是注定的 命中注定我们永远在一起 你说完了吗 当初是你先离开的 你冷静一下 你仔细想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我告诉你 你是我心中永远不会被替代的唯一 我爱你 我爱你已经到骨子里了 我会等你的 等你一辈子 我知道你怕黑 在没有光的地方 让我一直陪着你好吗 我的手机呢 我的手机呢 没关系 话了 你赶紧走 怎么了 他又回来了 帮帮 帮帮 有吗 有吗 IF Shape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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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来了 我手机是不是在你包里啊 我刚才敲门你没开门 我还以为你睡了呢 没有我就不看剧了嘛 我给你找啊 喂 蒋总您好 我是瑞德集团顾总的特助 在楚总的建议下 我司决定重新与贵司洽谈投资计划 明天上午十点 不知您是否有时间啊 有时间有时间 那咱们明天见 好的好的 成了成了 瑞德要恢复投资了 领月上市肯定能顺利了 真的 太好了 太好了 老公 老婆 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怎么样 一路上开车累不累 不累 想着老婆在家里等我 怎么会累呢 老婆 我给你带了 最爱吃的茶点 抬许愿牌 下次我们一起去 把这个许愿牌啊 挂在手上 怎么样 对了 老婆 这次你不是没去成吗 我特意为你画了一幅画 老公 你画得真好看 你不久前不是带回来一幅你的肖像画吗 我们可以把它们挂起来 挂在哪里好呢 就挂在这儿吧 这样 每天早上你吃早饭的时候 就都能看见它了 哦 好 这个家 说了算 对了 老婆 有一个好消息 瑞德决定 重新对公司投资了 公司马上就可以上市了 真好 一切即将结束的 又将重新开始了 对 天桥 我想跟你说个事 你要说什么 说吧 听说 薇薇和枫妍关系不太好 这种捕风捉影的话 你是不能乱说的 昨天太太圈聚会 太太们说 我不知道你们的消息 是从哪儿传出来的 让他们都打住 薇薇这么多年 也没生个一儿伴侣 没有了感情的纽带 枫妍变心也是早晚的事 到时候薇薇怎么办 枫妍要是再婚 相侍 以后还能跟她合作吗 又把相侍置于何地啊 你也别乱想 每个人的人生 都有特定的路要走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希望相侍到时候 能够想开 命中注定我们永远在一起 你是我心中 永远不会被替代的唯一 我爱你 我爱你已经到骨子里了 萌萌你别说了 我不会同意你们俩在一起 你叫什么 阿姨好 我叫徐萱 你走吧 你们俩不合适 妈 怎么都把徐萱关在门外的 外面下雨呢 你是相家的次女 怎么可能跟一个成光蛋在一起 你要是想和他在一起 以后就别叫我妈 你自己看着想吧 徐萱萌萌 不要出来了 你还不是这么大 从来 犾哥 你说我要不要把头发剪断 嗯不行 你说你最喜欢我长头发了 你看我干嘛 下周我就要出国了 为什么这么突然 这对我来说是个机会 出国之后 我应该能赚到很多钱 等赚到了钱 就能得到你爸妈的认可 这样我们就能在一起了 可是我不在乎这些 要不你带我走吧 带我离开这个家 什么家产什么的我都不要 我就想留在你身边 萌萌 我不能带你走 我会回来的 等我回来见你 我会回来的 等我回来见你 我会回来的 你 XD 许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 找我啊 七千万准备好了 我 怀孕了 你怀孕了 那你去跟蒋方言说啊 你过来跟我说什么 方言和相事 你都放手吧 你别说 这碧罗春啊 恐怕是向天强这几年 唯一一个投资 没有亏钱的项目 我能给封言的 你这辈子都给不了了 你就这么笃定 至少现在 我是他法律意义上 唯一的妻子 我给他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离不开这个家 这么长时间了 蒋封言至少应该考虑一下 你的感受不是吗 在外人看来 你是第三者 见不得光 他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爱你 你不用在这儿调拨我们之间的关系 你只需要信守承诺就行 七千万道账 我立刻离开蒋方言 不过你剑脉相事骨权 就不怕被发现吗 这好像不是你需要操心的事情 钱我会尽快打给你的 拜拜 好姐姐 祝你 得偿所愿 萌萌 你冷静一点 给我点时间好不好 冯爷 我真的好怕 这个孩子来得太不是时候了 多怪我 如果不是因为我 一切不会变得这么糟的 傻瓜 别想太多 给我点时间 我会处理好一切的 可是我不想把所有的压力 都抛给你一个人 你知道吗 只有我走了 所有人才会回到原点 所有人才会变得幸福 萌萌 跟你在一起是我心甘情愿的 别走了 好吗 萌萌 你真的想要这个孩子吗 当然了 这可是我们的骨肉 可是 如果我和孩子一起留在这个城市 就会成为蒋家和向家的耻辱 一个没有名分的孩子 会成为众人的笑话的 萌萌 我会保护好你一个孩子的 我保证 当我完整上市对赌 就把你一个孩子接回来 冯爷 我希望我们的孩子 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让他在父母的爱里面成长 放心 现在 我希望你帮你帮你帮忙 西西 这份协议 今天发个热得 好的 姜总 姜总 这件事情是不是太着急了 对赌协议 无论是对公司的运营状况 还是您的家庭婚姻状况 都非常严苛 毕竟我们还有谈判的空间 谈了半个月了 毫无进展 你还有脸讨论我的家事呢 我告诉你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上市 蒋总 就一周 再给我们一周就 有一周的时间足够 我把你换掉了 出去 谢谢 过几天的上市发布会 给楚太太发一份请柬 好 我这就去办 初董 刘瑞的合同到了 还有 这是他们给您的请柬 出手吧 是时候兑现我们的承诺了 朋友量了这出好戏 好 你在那个女孩身上 花了那么多时间 结果怎么样了 你坚持我 当初可是你答应过我的 要尽快解决这一切 怎么 现在心软了 我都跟你说了 这个事情不要那么简单 不要暴露自己 不要留麻烦 莴果你知道 给我点时间 让我看到 你的价值 非常感谢大家 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来参加我们林瑞的 上市发布会 在这儿呢 感谢我们的员工 董事会 投资人 以及一直陪伴林瑞成长的 新老朋友们 在这儿我要特别地 感谢一个人 因为这个人 一直在背后 默默地陪伴着 支持着林瑞 和我的成长 这个人就是 我的爱人 因为有他在 才让林瑞 更加地有底气 让我也更加地安心 怎么 蒋凤颜没有和你秘密约会 你的账户 且千万立刻打给你 请你遵守你的承诺 利索阿相望 长这么大 我第一次对你刮目相看 还是要托你的福 封颜昨晚 送给了我这枚戒指 你确定你这样值得吗 当然值得 这一刻 我已经等了五年 五年 难道五年前的韧带锻炼 你是故意的 目的就是为了 接近蒋凤颜 你才知道呢 果然是许青 交出来的好女儿啊 用自己的舞蹈生涯 和五年的青春 换取一个 插足别人婚姻的机会 不过作为过来人 我告诉你 蒋凤颜的爱 不一定是你最好的归宿 你不用担心我 你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我的好姐姐 你我都心知肚明 婚姻对于蒋凤颜来说 只是她爱自己的道具而已 而你一直身陷其中 这个送给你 就当是信惠贺礼了 这不是你一直寄予的 小初总 等多久了 看来楚太太 又给了你不少好处 你怎么知道的 这很简单 就好像我还知道 你其他更多事情一样 你想干吗 你只不过是一颗棋子 事情暴露的话 你觉得楚太太 她会留你吗 表嫂她想做什么 我并不感兴趣 但是不要动小魏 否则你会后悔的 现在财经新闻都在报道 您和夫人早已经离婚了 贸合审理伪装同居的新闻 还有这些照片 也都遍布全网 主持人的新闻 你们要怎么回忆 去看 你为什么能不能赢 让我回忆 你们有什么 她有什么 我们不得和你 我让你身边 郑总 就在刚刚 公司的估值下降数十亿 如果再这样下去 公司怕是会挺不住的 香薇 香薇在哪儿练习上了吗 练习不上 练习不上 谁能告诉我 这件事究竟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郑总 您的这些私人生活 除了您身边最亲近的人 外人是根本没有办法知道的呀 以威姐的为人 她绝对不会这么做 况且她何必要这么做呢 对方一定是想预盖迷障 预盖迷障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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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跟董事会说 这件事造成的所有影响 都由我一个人承担 跟所有的员工没有任何关系 你们能够出去吧 出去啊 我说话听不到吗 好 楓妍 楓妍 樓妍下好多記者 對不起 都是我練習了你和公司 萌萌 我這就讓公司的人 去家裡照顧你 等我處理好公司的事情 就回家陪你 楓妍 我還有什麼可以幫你的 要不 要不我跟媒體澄清吧 不 不用 萌萌 你什麼都不用做 我不希望你被這件事牽扯起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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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岩啊封岩 我可太了解你的性格了 如果我不逼你一下的话 你要让我等你到什么时候啊 萌萌 你的计划成功了 蒋总已经以心为解了 香薇啊 你就等着吧 走投无路的封岩 只会心甘情愿地 留在我的身边 向小姐终于来电话了 向小姐终于来电话了 你可真是布了一首好局啊 左手鱼翁之礼 现在的矛头可都是指向的我啊 逆风翻盘才有趣不是吗 毕游对这份见面礼还满意吗 毕游的眼光从来不会错 让小初总久等了 条件呢 毕游的计划 连锐的董事会 合作愉快 老板 媒体那边刚刚打过招呼 已经把舆论 对向小姐的影响 减小到最轻了 好 媒体那边继续跟进 还有 表扫那边也点进 好的 好 蒋总 魏姐到了 在哪儿呢 霍议室 老婆 你去哪儿了 我们离婚吧 离婚 你什么意思 你我做了五年的夫妻 给我们之间残存的爱留点颜面 签了吧 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吧 怎么 你怕了 你怕你所得到的复制一句 向蒙真是可怜 她付出了五年的清楚 却无法得到一个名字 你到底是真的爱她 还是说她只是你逃避现实的一个工具 你就那么肯定 她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你的 我 五年了 我对你这么信 对你爱过恨过 但是这辈子从来没有对一个人这么失望过 江峰爷 你不配 你 江峰爷 这每一步错棋都是你自己下的 我谢你二十四小时之内签字 你我都不要再为这段婚姻付出代价 你不仅和江峰爷偷情鬼混 竟然还背着我倒卖向氏集团的股权 你蠢的无可救药 对 我就是乡家的耻辱 您忘了我是您的私生女 凭什么从小到大只有向威能活的名正言顺 为什么您只怪我不怪他 为什么我要跟着向威的老爷先笑 你居然还有来没有 蒙蒙也是一时糊涂 蒙蒙 这百分之三的股权 是我和你爸费尽心思从公司里给你抠出来的 就怕有一天我们不在了 你这辈子也有个家底 可你倒好 转手就把股份给欠卖了 你真是太让我们寒心了 我这辈子为什么要活在向氏和向威的施舍下 这都不知好歹的东西 你别打蒙蒙 都是你的好女儿向威 有不蒙蒙能变成这样吗 我当初就不该把你们母女领回向家 蒋凤颜倒了 你现在立刻跟她分手 不 可 能 蒙蒙 听你爸的跟蒋凤颜分手 以你的条件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啊 我怀了蒋凤颜的孩子 什么 什么 你在胡说什么 你简直是疯了 明天你上医院 去把孩子给我打掉 我真的不明白 你到底在想什么 我在做什么您不知道啊 七年前逼走徐轩的十年 让我接近蒋凤颜的还是你 您后悔了 蒙蒙 蒋凤颜已经对你没用了 妈妈不能让她成为你的绊脚石 妈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们每个人 表面满嘴人意 实责当貌安人 难道这么多年 都是你们母女在暗中挑拨威威 天强 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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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现在真相大白了 我们不用再遮遮掩掩了 我也再也不用装你 乖巧董事的好女儿了 你给我滚 滚 从今天开始给我滚出小家 从您第一次把我带回夏丽时 我在想起来 就没有一听过的开心 因为在您的心里 不管我做多少努力 永远都比不过相会 妈 雨晴 雨晴 你怀孕了 你哥没跟你说吗 我怀了我们的孩子 你等等 我现在就得把这事告诉我妈 喂 妈 向萌姐怀孕啊 是我哥的孩子 什么 向萌怀了凤妍的孩子 是啊 我萌萌姐还给你买了副大金镯子呢 让我给你带回去 等会 萌萌啊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你看凤妍这孩子 怎么都不告诉我们呢 凤妍可能也是想说 等我完全安胎了再跟你说 毕竟五年前 她好像被留掉过一个孩子 而且现在 他们还没有 也是也是 还是你们想的周全 萌萌姐 你也不要有心理压力啊 你怀了凤妍的孩子 可是为我们老蒋家做了大贡献了 嗯 我们还没来得及照顾你 你倒是先关心起我们来了 还让你破费了 阿姨 您说的这有什么话呀 不管我和凤妍是什么关系 您啊 永远是孩子的奶奶 小杰啊 永远是孩子的姑姑 嗯 这孩子嘴真甜 可比香味强多了 妈给你撑腰 无论怎么样 你都是我蒋家的儿媳妇 我孙子的妈 对啊对啊 蒙蒙姐 不管怎么样 我们家肯定永远站在你这边 蒙蒙啊 你好好养胎 赶明儿让小杰给你拿两只自家养的乌鸡过去 好好补补 好 高级董事会 这么重要的事 怎么没人告诉我呀 这次的高级董事会是由魏女士提出的 而且时间上十分仓促 没来得及跟你说 魏女士 她不是一直不管公司的经营吗 这次是怎么回事 抱歉 蒋总 魏女士的信息实在是太神秘了 只知道随着公司融资比例的提高 魏女士的股份也仅稀是剩百分之十了 知道了 魏女士 我早该想到这个人是你 真没想到 会被清静了这么多年的爱人算计 我也没想到 会被一个全心全意付出了五年的人背叛 封颜 你可得做好心理准备 毕竟想给你惊喜的 可不止我一个人 这一切都是你提前设计好的 从我在相家看到你和相蒙出轨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决定服装 那跟瑞德签订的对赌协议也是你给我下的圈套 我只是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你 我今天来呢 也是根据近期公司发生的情况 董事会认为 蒋丰颜先生作为凌瑞集团的CEO 独职失查 难以担起公司发展的重任 所以从现在开始 撤销蒋丰先生作为凌瑞集团CEO的所有权利 小飞 你疯了吧 你以为靠你手里的百分之八股份 加上魏女士的百分之十 就能把我踢出去 难道之前 在外围买入大量散户股份的也是你 不对 那也只有百分之七 我还是公司最大的股东 你别走 那些当然不够了 方董的百分之六 昨天已经委托给了我 我手上的百分之三十一 再加上瑞德集团的百分之二十 不好意思蒋总 你出局了 你这么肆意妄为的操作公司的股份 你以为其他的股东能幸福吗 当然不会了 那些跟随你多年的股东 我并没有想过改变他们的立场 相反 我更尊重他们每个人的选择 不过这是商场 人和人之间 不就是简单的利益关系吗 我们要开会了 蒋总继续留在这儿 恐怕不太方便吧 薇薇 你我都在舆论的漩涡中 我看了你坚持多久 封颜 那你可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毕竟现在的你 再也错不清 你来干什么 向天强求我来保住向家 听说你生病了 顺便来看看你 你给我滚出去 我不需要你的怜礼 气大伤身 一个只会寄生在别人的家庭里的女人 是有多卑微的 你这么和我说话 你算个什么东西 那也总好过你不是个东西吧 因为你 我和蒙蒙在相家 生活得有多卑微 你知道吗 是不是我死了你才该心 死了 太仁慈了 我要你好好活着 向你跟你女儿 永远活在痛苦的阴影之下 毒妇 十几年前你插足我的家庭 只是我母亲寒泪临时 难道你不够毒 不够 我现在就后悔 当初对你太心慈手软了 你们只说你母亲的不公 萌萌的委屈 我的屈辱 我的母亲你们谁在意过 你说啊 所以你就在向您的心中 埋下了一颗仇恶的种子 你要她觉得是我 夺走了她的父爱 夺走了她为人子女的名正言顺 向你 我只要有一口气 我都不会放过你 那你先有这个实力再说吧 你放心 我不会对她怎么样的 因为只有她活着 才能受到惩罚 你知道蒋凤妍为什么会背叛你吗 就因为你那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样子 真的是让人毫无喘息的机会 那我可要恭喜你了 毕竟犯错的人和过错的人走在一起 你们还真是挺般配的 你不用刺激我 我和我的孩子 不会冲到你的覆辙 说起孩子 你以为 那天你和西西偶遇 真的只是偶遇吗 你什么意思 是你策划的 你一步一步引我入局 为的就是 让我逼蒋凤妍和你离婚 帮你夺回灵瑞铺路 一个爱出轨的男人 她最在乎的 绝对不是一个名正言顺的妻子 更不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第三者 她最在乎的只有她心里的欲望 至于身边的女人是谁 并不重要 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筹码 她是不会跟我离婚的 但是我怀了蒋凤妍的孩子 我坐在了你曾经的位置上 对了小梦 你那些新闻和照片 是你故人炒作的吧 是又能怎么样呢 我要感谢你啊 正当我不知道 怎么和蒋凤妍快速离婚的时候 你送了一份大礼 你自导自演 想逼蒋凤妍 顺便把我也拖下水 但她是蒋凤妍啊 如果不是我买段消息 恐怕你这出戏 早就唱不下去了 看你这温柔的脸蛋 我真是不舍得告诉蒋凤妍 毕竟 一个事业 家庭 都失去的男人 不能再失去他的情妇了 这个 是蒋凤妍不遇的资料 你好自为之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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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会 停泊 似 随 灵魂的 不曾 再 也 难以衬托 一生 架 是 人 为 我被淹没 多少 次感受 都 也 都 一 弯下 多冷漠 是谁也谁错 我一次次锻炼着 酷酥 我 真是 我 像 羽毛一样 漂浮着 在 落地 是 可 风 大的雨 我 有 决心 生命在笑 三 村 无能行 擦肩而活 我们下 我感觉我们的爱情 就像一件死掉的灵灵杀人 我白天要在公司处理这么多的事 晚上回家还要还要来应付你 五年了我对你爱了我恨过 但是这辈子从来没有对一个人这么失望过 洗不开 没有爱的房子就是沙土 我们离婚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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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妨碍到你红姐姐 喜欢你是我一个人的事 我不想你有任何没法 我会保护好你一个孩子 我保证 我一次次锻炼着 你们俩不合适 下周我就要出国了 你也是我心中 永远不会被替代的回忆 我 在落地是 可 风 我 你不知道你多疲惯了 所以你决定了什么事情 我 我们下落落 还要再一次 小鸡那鸡 和我 十年 三四的 你 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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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这是我的人生 你凭什么拿乱我的生活 小薇 你回来了 对不起 我只是不想他们在伤害你了 你 经历着五年时光的人是我 你不过是一个援有我记忆的局外人 即便我们拥有同样的记忆 也不代表相互可以感同身受 你能分清楚你是在为自己报复蒋喝盐的背部 还是替我的人生复仇吗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谁啊一大早这么糟呢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小小姐 你管这叫早上 不好意思 我手机没变了 你哭了 没有啊 我刚才打了个哈欠 那么我可以进去说了吗 等一下 我去换个衣服 马上啊 你喝咖啡加糖吗 夏小姐这是放飞自我了 失误 车主失误 小厨总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比我和瑞德的文件需要您签字 就这事还劳烦您亲自跑一趟 合作方失联这种事也不常发生 我签 我现在就签 我绝对不耽误您的宝贵时间 以后不要随便在外人面前暴露你的自己 为什么 因为自己不一样 怎么可能 我看过你从前的自己 虽然看起来大体一致 但是顿比率又不同 你真的是香薇吗 当然是香薇了 我假包坏 真的 我就是怕说出来吧 你会不相信 是 你是香薇 从另一个世界来 带着崭新记忆的香薇 我去 神啊 你怎么知道 向夏姐想听的不就是这香薇 我说出玉墨 你的脑子里 还有没有点正常的东西啊 但是我相信 只要是你说的 我都行 既然你签完字了 那我就先走了 我送送你吧 没关系不用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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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薇要是回来了 看我把她生活搞成这个样子 一定会骂我的 一定会骂我的 我得给她崭新的人生留点什么 好嘞 不好意思 你是不是走错门了 我没有叫帮你 是向小姐家吗 是 那就对了 是楚先生付了双倍薪水叫我来的 还特意和我交代说 有些乱 要多费些功夫才能整理好 楚雨沫 你是在羞辱我吧 老板有人给您送的花 老板 小言 您送的花 谁送的 不知道啊 上面没有写 他说还有一个玩具 说您打开就知道了 可是还有一个玩具 说您打开就知道了 可是还有一个玩具 说您打开就知道了 小嬷嬷 小嬷嬷谢谢你 因为有你 滚暖了自己 小嬷 最近怎么样 解决了一些公司以前的危机 算是松了一口气吧 现在的生活还习惯吗 我觉得一个人读书久了 真的能想清楚很多以前不明白的事情 婚姻的失败 不是蒋冯妍一个人的错 怪我当年太心急了 把从家庭里缺失的关爱和希望 全都寄托给了他 也算是让一切回归到了平静 你也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可是过于的宁静 总感觉 是在为下一次的爆发而蓄力 你还是像以前一样 为了工作那么拼命 感情怎么样 就像是在海里边烟酒了 忽然浮出水面 身上呢 也会有一种脱力感 脱力之后 迎来的就是下一次新生 一期打高尔夫三年了 想不到我们的金球小姐 也会有失手的一天 我太久不练了 都退步了 心里装了事吗 那么紧张 没什么 我只是突然想到一些 工作上面的事情 是 高尔夫就是要把你的天性 翻转过来 当我们做出 与本能相反的动作 就离打出漂亮的一击不远 毕竟 泥土对球的阻力 要比空气 大得多 不是吗 前二十五年的经历中 根本不会打高尔夫球 和香薇的世界 偏差越来越大了 魏姐 这么早就来上班啊 我都休息两天吗 唉 可不是嘛 这自己给自己打工啊 我每天做梦啊 都拿鞭子 抽我自己的 等一下 魏姐 你是不是拿错早餐了 你这么过敏啊 什么 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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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看过了吗 谁稀罕看你 你挡着光了 不过话说回来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你可别跟我说 这是什么巧合 还真是巧合 我刚做完体检 就看到你被送急诊 CC去帮你办手续了 让我来看着你 看着我 姐姐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不过你说你都这么大的人了 自己对什么东西过敏 自己不知道吗 我记得我前几年 过敏都治好了 而且我平常 也不吃这些东西的 CC还以为你感情受了创伤 抑郁想不开呢 怎么可能 她开什么玩笑 就为了那个渣男 那才不值得 我来帮你 不用 我还没有废呢 姐姐我自己来 让我自己独自享受这实际孤独吧 好 好 冯爷 明后天天有事情吗 陪我去买一些婴儿用品吧 坐 我明天应该没什么事 让我们的宝宝健健康康地出生 行了 好 以后吃东西的时候注意一点 芝麻过敏可不是小事啊 多删点心 我记住 等帮完手续就出院吧 来 男朋友签一下赞 那个 这是我弟弟 他中午不太好 你不认识赞 不过医生 既然我都来医院了 你能不能给我拍个片子 怎么了 我最近总觉得睡眠不太好 总是会出现幻觉 我觉得有可能是 阿尔茨海默症 别瞎想 你没事 还会玩反船 干嘛 看你脑子是不是伤坏了 我们还是出去等贼贼吧 医生开的药呢好 这么多药 这些药都怎么吃啊 姐姐 我周文不太好 看不懂 双胞胎的话 就叫他们蒋炎炎和蒋萌 那你不会快点 怎么了老公 遇到熟人了吗 没有 应该是认错了吧 老婆 你在这儿等我 我去取个号 快去快回啊 好 你来这儿干什么 蒋先生 徐医生 又来带太太做产检来了 是 恭喜您如愿以偿 终于可以做爸爸了 咱们也好久没见过 对 刚才那个是向威吗 对 是 一大早上就被急诊送过来了 听说好像是因为 食物过敏引发的休克 食物过敏 他这么谨慎的人 不应该只做东西啊 电梯到了 我先走了 下楼 来 你跟踪我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和孩子 许申 您冷静一点吧 莫莫 莫 你很清楚我在说什么 孩子是我们的不是吗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我有能力照顾好你们的 你说什么呢 孩子当然是凤严的 孩子只能有一个爸爸 莫莫 不要再逞强了 我真的很后悔 我后悔我当初 为什么不主动一点 你不要再自己欺人了 我一直以为 只有你是理解我的 没想到现在连你也逼我 那如果我要强行留住你们呢 莫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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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莫莫 你怎么在这儿 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没有 我刚才看到一个妈妈团 她说明天呢 有准爸爸和准妈妈的讲座会 让我去看一下 好啊 走吧 走 谢谢 谢谢 你看我 你的 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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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我還有一點應酬 需要晚點回去 你先休息吧 不用等我 一個愛出軌的男人 她最在乎的 絕對不是一個名正言順的妻子 更不是一個名不正言不順的第三者 她愛不愛我我不好說 但是我知道 她一定沒有你想像中那麼愛你 對不起 我錯了 你能原諒我嗎 有何歸桿 請你遠離我們的生活 你大半夜的跑來我家 就為了說這事兒 你真的信任你的丈夫嗎 你有什麼企圖啊 婚姻這場博弈 是你和蔣豐妍的 我又不是你的對手 你不要用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來對我說講 你不過也是婚姻中的失敗者 婚姻和照片 為什麼一模一樣 血肉用命 白瘋的意義一模一樣 夏萌 你有沒有覺得你們的婚姻 好像是蔣豐妍從以前的生活 複製粘貼過去 其實蔣豐妍的溫柔體貼 幾乎是所有女人對婚姻的幻想 但其實她只是想把她自己 包裹在舒適圈裡 每一個靠近她的人 都要做出改變 是 喂 是我 那個 這麼晚打電話 沒有打擾到你吧 昨天保險公司給我打電話了 說有幾個保單要續費了 她們也聯繫我了 我和科夫講了 我們已經離婚了 她說會幫我們處理好的 我這兩天總是接連接到這種電話 有醫院打來的 銀行打來的 還有還有保險公司的 好了 我都會處理好的 請你不要再以這樣的理由 打電話來騷擾我了 小毛 其實我不恨你 當婚姻的寒冬襲來 不是你也會是別人 但是原諒一個人太難了 我希望你和蔣楓妍 永遠活在悔恨中 我只是在說我 這和她是好 我們也會有心情 我也是好 有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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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讓我 有心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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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错了 你不要离开我好吗 放开 放开 我自己选的路 我跪着要走完 如果你只要做挡我的那个人 你就是我的敌人 孟孟 等一下 行 你答应我最后一个请求好吗 让我陪我们的孩子出生 孟孟 孩子是讲风言的 不是你的 孟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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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老婆 你也没回家 干嘛去了呀 气死我了 先下来 你昨天的电话 我都听到了 都说男人出轨一次 就会有无数次 我们结束吧 我不想从一个恶果 走向另一个恶果 我也不想我的孩子生下来 就是一个不完整的家庭 孟孟 我们是夫妻呀 不一样的 我不会重蹈覆辙的 相信我 你先下来 好 你拿什么保证啊 像你当年 跟香薇保证的一样吗 老婆 你相信我 我们是孩子的爸爸妈妈 我们都爱孩子 胜过自己 孩子是无辜的 你能给孩子什么安全感 为了你 我以全世界为敌 可是结果呢 我 我这就让律师 拟一份协议 如果我是婚姻的郭左芳 我就尽身出户 把一切都留给你个孩子 好吗 相信我 来 先下来 咱俩 去 帮人区 当然要配Hunter 你说呢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这儿那个叫小爱的店员呢 小爱上周六辞职了 她只是个坚持人 上周 喂 人紧张会出现什么反应啊 我不知道这些照片被别人看到 对你有什么影响 你威胁我 我只是在帮你做选择 之前的那个交易 想好了吗 好 我答应你 现在的确是时候 开始反击了 好 我帮你重回玲瑞 你帮我拿到相识 放心吧 我只喜欢信守承诺的人 这几张照片 会不会出现在相皇的手机里 就期待你怎么表演了 除了你 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这段时间我总觉得有一些巧合 在我需要钱的时候 有人买断了相蒙手中的股份 在我需要重新给公司洗牌的时候 瑞德及时出现 给予帮助 我一直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直到你开始找人做空相识 你和他 还真是不同啊 你更加机密 果断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怀疑你不是他 人的眼神是骗不了人的 无论你怎么伪装成现在的他 都掩盖不住你眼神中的锐气 虽也可以打磨一个人 但当一个人的心中有所羁绊 就会有所顾虑 这一切 在你重掌刘瑞大局的时候 完全看不出来 直到上一次打高尔夫球 你思维中本能的偏差 让我确定你不是他 你们楚家的人还真是特别 或许相信一些非正常的事情 不过你为什么要帮我 我也是受人所托 我既然承诺了就要兑现 那你为什么又在中途反悔了呢 我是个商人 永远做着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后翼弃兵 这场棋局才刚刚开始 人生就是修道场 现在的你还不是我的对手 那我要是执意要搅军 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你每多浪费一颗棋子 就是在给自己挖一个陷阱 这样的挣扎有意义吗 有没有意义 不搏一搏怎么知道 年轻就是好啊 永远有意气风发的冲动 有时间多打打球吧 哥尔夫这项运动最大的挑战 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你的球技 将会被你突然窜身的傲气所折磨 而你却渴望在击球的过程中 得到救赎 你威胁我 离开项目和孩子 不可能 你以为跟项目没谈吐 就想拿这个来要挟我 那你就等着你的秘密 明天登上明日头条吧 若金子正 你这个前凌润集团的总裁 以后还怎么在这个城市混 你不敢 到时候外人怎么看项目跟孩子 你心里最清楚 你知道孩子是我的 什么跟你说的 看到不可思议了 我告诉你 以我这个身份跟地位 虽然会有一些小失误 但是不至于毫不知情 你指望我知道真相以后怎么样 大发雷霆 抛弃弃子吗 不可能 你需要一个孩子 更需要一个完成的家庭 真想算个屁 真想不住 只不过是用来权衡利弊 你根本就给不了他们赢得的爱 我告诉你 我爱他们已经超越了我自己 那就 他还是选择了自认为最适合的悲哀 别振着 你 我不会放弃他们 毕竟他们是我的妻子和孩子 所以你要等多久 十年 二十年 还是五十年 你不是放不下他们 你是放不下这段感情中的自己 其实你心里知 但是 如果你能真的合适 你 就会三番五次的分开 蒋丰严我告诉你 就算我得不到项目和孩子 你觉得你可以如愿一场吗 你说的是主拍 你跟他的合作不也是为了钱吗 你现在违背了我 你还能拿来钱 离开这个城市 我会给你银钱 一笔足够你重启自己事业的银钱 但是永远不要出现 项目和孩子的银钱 好好考虑一下 项目昨天发邮件召集大家开会 今天自己迟到了 蒋丰严怎么来了 项目的不信确实有点反常啊 不知道啊 要不我问一下 你知道项总怎么了吗 不知道啊 好奇怪 时间差不多了 开始吧 好的 诸位 我今天来是转达公司董事会 对新一季度的人事调整决定 公司的财务危机 目前已经顺利度过 上市风险在项总的带领下 也已尽数解除 由于近期公司战略部署发生扭转 为公司下一阶段长远发展考虑 经董事会投票决定 卸任向威女士 凌瑞集团CEO职务 由蒋丰严先生接任 还要死 好 真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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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执行董事 大家欢迎 你回来了 很意外吗 这局你赢了 昨天 向市已经把你恶意操控金融市场的证据 递交给了法院 这一切都是他做的 没错 但是你错就错在 太低估他了 他虽然没有实力与你看衡 但是他会制衡 我很好奇他是怎么说服蒋凤妍的 当你设身处地了解蒋凤妍这个人 你会发现 他最在意的并不是当下的安危 而是与他同行的人 是否步调一致 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人会比向威和他 更希望凌蕊能好的了 看来我要认真起来了 没想到有一天 我会跟你成为对手 商场上的事谁又说得准呢 就像蒋凤妍和你 在凌蕊也不会一直相安无事下去一样的 你针对向氏和我 不也是怕有一天我会涉足楚家吗 您的丈夫楚先生已经去世了 但是楚太太 人和世事大抵如此 离太近都不会壮观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谢谢你上半场的手下留情 其实你应该谢的 是楚与墨 启风了 是啊 我没有多久 没有一起这样看过日落了 五年 还是七年 记不清了 你最近变了很多 也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 当生活的遮羞布 一层又一层地戒掉 在经历了无数的一难评以后 我曾经一度以为 自己无力反抗 直到她的出现 她的勇敢 善良 聪慧和鲁莽 让我重拾了我自己 威威 威威 从结婚 到恋爱 我对你的爱都是真的 不过我犯了很多的错 把自卑当作了是你的过错 是我毁掉了我们的婚姻 毁掉了你的青春 没有人 能够摧毁香味的 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 小枫言 我不恨你 但是我这一辈子 都不会再原谅你的 对不起 我知道 这三个字可能来得晚了点 这可能就是我们 最好的结局了吧 走了 保重 保重 我帮你拿到蒋枫言手中的股份 作为回报 你让相使放弃对我的民事诉讼 你凭什么觉得 我会因为你 背叛我的老公啊 那如果让所有人 都知道孩子不是蒋枫言的呢 你的丈夫不值得你去拯救 这样的男人难道不应该接受惩罚吗 你真的幸福啊 他可以为了你背叛向威 迟早也会为了别的女人背叛你 你曾为了蒋枫言失去一切 而我可以助你将他净身出户 就当是为了孩子 把你的生活 要回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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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心点 谢谢你 这是送给你的 你认识我 算是吧 有一天清晨 我在你的眼里看到了彩虹 这个彩虹 我储存在记忆里了 永远都不会忘记 你好 我叫向威 你好 初音乐